列王记下第十四章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马歇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诞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歇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但不如他主大位 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歇在严谷杀了以东人一万 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 直到今日 那时 亚马歇差遣使者 去见耶路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斯 说 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斯 猜浅使者去见 犹大王亚马歇 说 黎巴嫩的吉尼 猜浅使者去见 黎巴嫩的香伯树 说 将你的女儿 给我儿子为妻 后来 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吉尼践踏了 你打败了以东人 就心高气傲 你以此为荣耀 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忍惑 使自己和犹大国 一同败亡呢 亚马歇却不肯听这话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脉 与犹大王亚马歇 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斯 在伯士脉 勤住亚哈歇的孙子 约阿斯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歇 就来到耶路撒冷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 直到脚门 共四百种 又将耶和华殿里 与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 和器皿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为职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 和他的永利 并与犹大王亚马歇 争战的事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 站在撒玛利亚 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 他儿子耶路波安 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 约阿斯死后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 亚马歇 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歇其余的事 都写在 犹大列王记上 耶路撒冷 有人背叛 亚马歇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 将他杀了 人 就用马 将他的尸首 驮到耶路撒冷 藏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犹大受名利 亚马歇的儿子 亚撒利亚 接续他父作王 那时 他年十六岁 亚马歇与他列祖 同岁之后 亚撒利亚 收回 以达他 人归犹大 又重新修理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 亚马歇十五年 以色列往约阿斯的儿子 耶路撒安 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王四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路撒安 使以色列人 献在罪里的一切罪 他收回 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口 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借他仆人 加特西夫人 亚米泰的儿子 先知约拿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 看见以色列人 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 耶和华并没有说 要将以色列的名 从天下涂抹 乃见约阿斯的儿子 耶路撒安 拯救他们 耶路撒安其语的是 凡他所行的 和他的勇力 他怎样征战 怎样收回 大马士革 和先前属 犹大的哈马 归以色列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路撒安 与他列祖 以色列诸王同岁 他儿子 撒加利亚 接续他 作王 列王记下 第十五章 以色列王 耶路撒安 二十七年 犹大王 亚马歇的儿子 亚撒利亚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 耶可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亚撒利亚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向华他父亲 亚马歇一切所行的 只是 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耶和华降灾与亡 使他长大麻风 直到死日 他就住在别的宫里 他的儿子 约坛 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亚撒利亚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犹大列王记上 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岁 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坛 接续他作王 犹大王 亚撒利亚38年 耶路撒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 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六个月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所行的 不离开 018的儿子 耶路撒利亚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亚比的儿子 撒龙背叛他 在百姓面前 击杀他 串了他的位 撒加利亚其余的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纪上 这是从前 耶和华应许耶路说 你的子孙 必做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这话果然应验了 犹大王乌利亚 39年 亚比的儿子 撒龙登基 在撒玛利亚 做王一个月 家底的儿子 米拿宪 从德撒上 阿玛利亚 杀了亚比的儿子 撒龙 串了他的位 撒龙其余的事 和他背叛的情形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纪上 那时 米拿宪 从德撒起 攻打 提匪撒 和其四境 击杀城中 一切的人 剖开 其中所有的运户 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 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 家底的儿子 米拿宪 登基 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十年 他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二的事 终身不离开 离巴的儿子 耶罗坡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纳罪 亚述王普勒 来攻击以色列国 米拿宪 给他一千他年的银子 请普勒帮助他 坚定国位 米拿宪向以色列 一切大户户 所要银子 使他们各出 五十社克勒 就给了亚述王 于是亚述王回去 不再国中停留 米拿宪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米拿宪与他列祖同岁 他儿子比加侠 接续他作王 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年 米拿宪的儿子 比加侠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二的事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坡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纳罪 比加侠的将军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 位所杀了他 亚尔哥伯和亚利耶 并激烈的五十人帮助比加 比加击杀他 篡了他的位 比加侠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二年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二十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二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坡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纳罪 以色列王比加年间 亚述王提格拉 皮列社来夺了乙云 亚伯 伯马加 亚罗 基迪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 和拿福塔利全帝 将这些地方的居民 都掳到亚述去了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 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击杀他 篡了他的位 比加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以色列王立玛利的儿子 比加第二年 由大王乌西亚的儿子 约坦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他母亲 名叫耶路撒 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是 效法 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 丘坦还没有会去 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约坦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使亚兰王 力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去攻击犹大 约坦与他列祖同岁 藏在他祖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斯 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下 第十六章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 亚哈斯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不向他祖大卫行 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却向华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着耶和华 从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真的事 使他的儿子惊火 并在秋坛上 山岗上 各清脆树下献祭烧香 亚拉王力逊和以色列王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 却不能胜他 当时亚兰王力逊 收回以拉他 归于亚兰 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 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 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 亚述王提格拉 皮列社 说 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儿子 现在 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 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 和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 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 亚述王应允了他 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 将成功取杀了立讯 把居民掳到吉尔 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 皮列社 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 就照坛的规模样式 作法 画了图样 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 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 在亚哈斯王 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先 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 就进前来 在坛上献祭 烧帆祭 树祭 焦殿祭 将平安祭生的血洒在坛上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 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 搬到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 早晨的凡祭 晚上的数祭 王的凡祭 数祭 国内众民的凡祭 数祭 奠祭 都要烧在大坛上 凡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血 也要洒在这坛上 只是同坛 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 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 所吩咐的行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 相折的心子 把盆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 从铜海的铜牛上搬下来 放在铺石地 又因亚素王的缘故 将耶和华殿 为安息日所盖的狼子 和王从外入殿的狼子挪移 围绕耶和华的殿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哈斯与他猎主同岁 葬在大卫城 他猎主的坟地里 他儿子西西加 监续他作王 诗篇第六十五篇 神啊 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 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 都要来救你 罪孽圣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之族了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秉公义 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级 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倚靠的 他既以大人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诸山 使诸海的响生 和其中波浪的响生 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 住在地级的人 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的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润平离籍 降干您 使地软活 其中发展的蒙你四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束腰 草场以羊群为一 骨中也长满了五骨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诗篇第49篇 万民啊 你们都当听这话 世上一切的居民 无论上流下流 户足贫穷 都当留心听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 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我要彻耳听比喻 用情解谜语 在患难的日子 兼饿随我脚跟 四面环绕我 我何必惧怕 那些倚藏财货 质夸钱财多的人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赎嫁给神 叫他长远活着 不见朽患 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罢休 他必见智慧人死 又见鱼丸人和畜类人 一同灭亡 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思想 他们的家世必永存 住宅必留到万代 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弟 但人居中贵中不能长久 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他们行的这道 本为自己的愚昧 但他们以后的人 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 到了早晨 正值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美容 必被阴间所灭 以致无处可存 只是 神必救赎我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权柄 因他必收纳我 见人发财 家世真荣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 他活着的时候 虽然自夸唯有福 你若立即 人必夸奖你 他人必归到 他历代的祖宗那里 永不见光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都要离开 人们都要离开 好了